那些畫法是 畫得久的人 寫得久的人就知道我在說些甚麼 這樣 現在是專門給你做一個對比的 這樣一抽回頭 這些角都出來了 所以你用了這些動作 不出不緊要 你寫寫寫寫寫寫就出的了 出了你就按照這次好 剛才是怎麼做的呢 你反覆反覆 寫寫寫反覆做 不是一定會這樣 這樣 勾都是 一勾都是 昨天講到這裡就講到專門 其實書法沒有多少東西 還有一個勒 還有一個點 這樣點和勾 勾和點是一樣的 怎麼樣呢 這裡是一點 這裡是一點 只不過有時的點 這些是否算點 而你撥下來是不是一樣 一字有兩點 這裏有一點 這裡有一點 這裏有一點 這裡有一點 這裏有一點 剛才我這麼尖 就是露峰的點 就是露鋒的 如果是挖的那些 譬如中字那樣 是不是 就挖的那點了 但要彈出中字那個頭呢 彈不出來是要練的 雖然我知道是怎樣寫 我知道是怎樣練 但我未必一定是寫得很好的 不一定是寫得很好的 在那裡挖著一挖就落 只不如在那裡挖著一挖 挖著一挖 這樣下去 很多寫字都是這樣 點了之後 筆這樣下去就可以了 我叫你這樣就有力了 隨你做不做 只不過給你一個參考 你就算知道了 你未必能練到的 我這樣告訴你 你知道了也未必能練到的 那裡記錄在那裡 我在網上公開的 就是希望有其他人跟我提意見 但是沒有人跟我提意見 也沒有什麼行家提意見 這樣就勾了 我在上面不理它 上面也會寫好一點 這樣 勾了 這樣 這樣 突出去 是不是有些角是這樣 你一擺它 它會這樣 你直不擺它了 你不擺尾 你不擺 走到那裡的時候 這樣也要企直它 企直之筆才勾出去 立坐之筆才勾出去 不要在筆彎的時候 那些毛這樣彎 不要這樣勾出去 一個不漂亮 一個都不是力 都不是直出的力 是一種 彎著 這樣勾出去 是這樣的 是不是 你覺得不漂亮 沒錯 走到那裡接一支筆 這樣勾出去 這樣勾出的尖 就涉及到另一種點法 看著另一種點法 一落 一落 這樣 是不是落到是平時的點 這樣是不是很多點 是踢一踢出來的 是不是 這樣你落 印印泥 印到對 你那一點由哪裏踢出來 你自己拿著筆由那裏走出來 又是印度那裏 你那些扁由這裏出來 由這裏踢出來 是不是可以讓你選一個地方走出來 不是一行就這樣走出來 那一踢直它 一踢直它 一踢直它 回風回到哪裏 等於我畫一條長線 你便很明白 畫一條長線 我要回風回到這裏踢出去 如果一畫一條長線 我又從這裏踢出去 這樣這個呢 這一個對書法 或者沒有 這個筆用筆 對書法或者沒有什麼 很大的用處 但對畫法就很OK 對畫法的連貫性就很OK 因為書法不細 是一畫中身剔一塊出來的 但是呢 畫 書法就不會細 一走 一走 畫法就有 一走 樹枝 回風回到上面 不用連續兩筆 不用 這裏多一筆 如果你連續 連貫性 你的回風 一走 這條線走兩次 你懂得怎樣 你連貫性 一條皮 在這裏 連貫性走兩條線 一路角 好過這樣 好過這樣 就是這樣 連貫性 所以 畫畫的人 就應該 用筆是多過書法的人 一書法有限 畫畫 任何一種筆都可以用 連書法畫的拜筆畫畫都用 還是釘頭鼠尾 書法馬 拜筆畫畫都用 這樣 一定 還有一個 我是 你去識字